6月10日,江西南昌市青云浦区一客运大巴与桥梁相撞,大巴车前部车顶被削平 事发后,当地交警等部门到场处置 11日,新京报记者从客运车辆所属运输公司获悉,事故造成两名乘客轻伤,已送医救治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称,出查因司机不了解市区限高政策跟着导航行驶导致 记者从南昌市青云浦交警大队获悉,目前事故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辅州的车辆到南昌,他们说清楚这个限行限高政策 他根据导航走的,走的之后就撞到那个桥梁底下去了